美国纽约州监管部门6日指控 英雄渣达银行近10年来 为了赚取数亿美元的费用 与伊朗合谋完成总额2500亿美元的秘密交易 消息传出后 尽管渣达银行否认这项指控 金十二的股价仍然惨遭暴跌 美国纽约州监管当局指控 这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全球性银行 有系统的采取不诚实做法 10年来瞒着监管当局 共协助伊朗进行了大约6万笔秘密交易 洗钱金额高达2500亿美元 监管当局表示 这种做法违反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规定 并很可能遗失恐怖分子和罪犯 得以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 监管当局强调 如果渣达银行无法对这些交易提出说明 将被处以罚款 甚至可能被取消在纽约州的营运许可 渣达银行则否认这项 非法为伊朗进行洗钱的指控 并表示在对这些交易的复合过程中 并未发现有任何一笔交易 是与美国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或机构有关 但丑闻已导致渣达银行的股价暴跌 即先前香港下跌16%之后 伦敦早盘下跌25% 新唐人记者方鹏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